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圓半間是3 然後AB等於AD RBC等於CD 這四條線是這個圓的切線 所以它是左右對稱的 我這沒有畫得很好 所以這個應該是鉛錘線 它是左右對稱的 然後他說AH是等於11 然後他問CD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因為這是切點 所以半徑跟切線是垂直的 這4是3 所以這是5 OA等於5 因為他說 這個AC他也知道 AC等於4E 這不是AH H的話是等於4 H的話等於4 這寫錯了 然後這個AC AC等於多少 AC等於11 這弄錯了 然後他問CD等於多少 好 那現在AC的話呢 是等於11 那這是5 所以這個OC是等於6 好 那麼他現在問這一個的話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 這是半徑 這也是半徑這3 所以這裡是30度 30度 那這個角度也可以知道 這個角度我們叫做C 這個角度叫C 那我就想著說 這個C等於多少 C等於5分之4 對邊除以斜邊 對邊除以斜邊 C等於5分之3 好 那現在問這個CD的話 我現在 我把這個OD連起來 那因為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切線 這也是切線 所以這兩段是一樣的 這是直角 這也是直角 這兩段一樣 這段跟這段一樣 這是3 這是3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那既然全等的話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好 那 這30度 這個是60度 好 那60度的話 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 要把這個角度求出來 要把角ODC 把它求出來 然後再用那個正選定理來做 好 那這個角CD的話 怎麼求 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角度多少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 是等於那個 角 ZOD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 是等於 180度 減掉這兩個角 所以 180度 減掉 減掉這兩個角 60度 加上 吸打 8 除以2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 是等於 這個 一減的話 等於 120 120 除以2 是60 這個是 120 除以2 是60 減掉 2 4 這個是這個角 這角 一字的話 這個角就曉得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直角 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 90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 等於90度 減掉這個角 90度 減掉 角 角 這個 ZOD 那這個就是 90度 減掉多少呢 60度 減掉 20 所以 就是 30度 減 20 那這個 椅子以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用那個 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 是說 這個 比上3 這個角 會等於這個 比上這個角 那現在的話 角 什麼呢 角 COD 等於多少 角 COD 就是60度 加上 這個角 這個角 就是 角 ZOD 那這個 這個 等於多少 這是 60度 60度的話 加上多少呢 60度加上這個角 加上這個角 60度 減掉 二日系統 所以是 120度 減掉 二日系統 那我就可以用那個 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 正選定理是說 CD 除了什麼呢 Sine 多少呢 Sine 這個角 這個角就是 COD COD 就是這個角 120度 減掉 2分之7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會等於 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比上 Sine這個角 這個是 CO CO就是 6 注意 Sine這個角 Sine 這個是 ODC ODC 就是這個角 30度 減掉 二分之7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Sine 這個是等於 Sine Alpha Sine Beta 那 減掉多少呢 減掉 SineAlpha CosineBeta 減掉 CosineAlpha SineBeta 嗯 這是減的嗎 60度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加的喔 90度 減 60度 然後30度嘛 那負得證 這是加的 我就記得是加的 所以這個 這個是 Sine Sine 30度 Cosine 二分之7 那 加多三個 Cosine 30度 Sine 二分之7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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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用那個 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是 Cosine 二分之7 然後這是 銳角嘛 所以二分之7 也是銳角 所以是取正的 這是 二分之一加 Cosine Cosine 所以這個等到三個 這個是等於二分之1 一加 五分之三嘛 那你通分以後 這是五分之八 五分之八的話 除以二 就十分之八 十分之八 就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 好 那這個Sine 二分之七 所以這個 我就 五分之四了 好 更好 這個是五分之四 然後Cosine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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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兩個 平方加起來 要等於一 這個平方的話 是五分之四 所以這個平方的話 這個平方 它應該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加五分之一 剛好等於一 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等於一 所以這個平方是五分之一的話 開 開方 就是Sine 二分之一大 就根號多少呢 根號五分之一 Cosine 二分之四大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乘以多少呢 根號 這是五分之四 Cosine 是等於二分之二分之三 是根號五分之一 那這個 2拿進去 這個可以約掉 那我根號五分之一可以抽出來 所以是一加多少呢 二分之根號三 乘以根號五分之一 好 那這個的話已經曉得了 這個是等於 一加 二分之根號三 乘以根號五分之一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 Sine 這個的話 等於多少 這個我可以把它寫成 Sine 多少 這把它整個看成 Cita Sine Cita 就等於Sine 然後180-Cita 就等於180-Cita 那180-120的話 就是等於60 所以60度 加上N-Cita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是180的話 那答案會一樣 為什麼 因為Sine 180-Cita 等於Sine Cita 只要這兩個腳加起來180的話 這兩個就會一樣 那這樣這兩個加起來180 好 那這個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呢 因為這樣會比較 帶護角公司比較好算 你直接帶這個也可以 不過 你這個Sine 120我們不熟 Cosine 120也不熟 你要把它換成60度 那這個的話 Sine 60度我們熟 Sine Sine Alpha Cosine Beta 加 Cosine Alpha Sine Beta Sine Sine 2分子 Cita 那這2分子根號3 呢 那乘以多少 Cosine 這等於根號呢 4 5 就這個 Cosine 60度 2分之1 那這 Sine 這個就等於根號多少 5分之1 然後呢 這個 它是可以約掉的 那根號5分之1可以抽出來 所以是根號3 加2分之1 然後根號5分之1抽出來 好 那這樣就算出來了 這樣算出來的話 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個的話 就等於 根號3加上2分之1 那乘以多少 根號5分之1 那這裡 這裡有根號5分之1 根號5分之1 可以約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這裡的根號5分之1 跟這個 根號5分之1 就可以約掉 那約掉以後 我就曉得說 CD 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6 那乘以多少 這是6除以這個 2分之2 這1加2分之3 那這個就把它乘過來 根號3 加上2分之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 6乘以多少 通分以後 這是2分之3 加1 有除以2 因為這裡也有除以2 這個除以2可以約掉 那這是2 加多少呢 根號3 然後我現在 我上下 兩邊 上下給它乘以2 減根號3 我這個乘以2減根號3 就等於1 2的平方 減掉 根號3的平方 底下就1 所以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6 乘以多少 我底下把它乘以2減根號3 這是1 2根號3加1 2根號3加1 乘以多少 2減根號3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會等於多少 6乘以多少 我們看看這個整數項的 1乘以2 1乘2是2 2 2的話 這個乘以這個多少 2 2 3乘以2 3 就是2 3得6 減6 所以是負4 4 那要加多少 加多少 加那個 有根號3 有根號3的 就交叉項 4 跟號3 4跟號3 這個乘以這個 還有這個乘以這個是 減根號3 4跟號3 減根號3 就是3跟號3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乘以這個就18 18跟號3 那減多少 減4 這一個是24 所以是18跟號3 減24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要選D 這題應該要選D 我這題應該要選D